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张老师特地从孙美兰州赶过来给我们上课 老师你好 Lisa你好 那老师在我们今天开始讲课之前 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跟我们一起上课的四位同学呢 好的 今天有四位中午的学生陪我们一起的上课 然后老师就简单的介绍 好 我们来请第一位的同学 陈泽信 泽信是我们中午班 也是学校的巡查团长 然后接下来第二位呢就是 我们请他老师介绍的时候 请举一个手 好吗 傅佩恩 佩恩 第二位是佩恩 佩恩也是中午的同学 那么第三位呢是林欣怡 欣怡 欣怡几个手 欣怡 欣怡几个手 然后第四位呢是李慧怡 慧怡同学呢 试试文能不能她可是学校的运动卷家 好 欢迎这四位的同学陪老师一起的上课 那好 老师介绍完同学之后呢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跟我们谈谈今天的课目 继续文写作 把时间交给你 好 谢谢Lisa 然后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同学们 老师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一起的上课 然后在这一堂课里面主要呢 我要带大家一起来探讨 或者怎么写一篇好的继续文 那么我要谈的是继续文写作 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是继续文呢 其实继续文很多人说是好像讲故事 其实对的 继续文其实就是讲故事 它是一种的文体 那么既人 既事 还有写警为主 那么在写人物的时候 一般上它谈到人物的经历 你有什么经历啊 或者谈到一件的事情 它有事物的发展还有变化 所以这个继续文一般上从小学开始 老师都训练同学们写好一篇的继续文 然后来到中学的时候 其实这一篇的继续文 其实应该超越小学的水准 那么今天呢 当我们在谈继续文的时候 其实同学们还会想到 除了继续文 其实还有一些的表现手法 老师来简单谈一谈 其实当我们要写好一篇的继续文 我们除了要细数 随着时间比如在谈的就是时间上 一件事情的细数 我们还在可以描写的手法 还可以加上抒情 有感情这篇文章更加吸引人 当然里头我们还有一些说明 还有一些议论的方式 但是今天这一堂课呢 老师不注重这五种的表达 我们来谈另外更重要的 好 我们首先这一堂是高中组的写作 所以我们来看看一般上 在高中组的时候题目会怎么出 我把它归纳为两种 常见的 第一种是叙事的 我们看叙事的文章可能有校园的 有爱在身边 街角的感动 你看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学校 发生在学生周围的事情 然后寄人物可能谈家里 亲情的父亲 手足同窗情 亲情无价 感恩有你 或者伟大的母亲 然后一般上的高中组的继续文呢 我做一个大概一个简单的分类 然后叙事跟寄人物是最多的 所以今天我就谈这两方面 然后我们来看 我们马来西亚教育部的这一个 对于写作 课程刚要对于写作的时候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他说写作文必须是有话可说 而且要懂得怎么去说 那么这两句话 有话可说要怎么说 我归纳为三个有三个好 什么叫三个有呢 我们来看 第一个写文章的人必须是要有故事 要有故事 你在谈一件的事情要有故事 然后第二呢 为了要让你的文章更美更好 你必须要有画面 然后你在描述的时候 能够很深入的去描写 那当然这篇文章或者这个故事 你当然要传达的就是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三有有故事有画面有价值 当然要怎么说呢 那就要有掌握一些的技巧 技巧要好 然后第二呢 你的纲要你怎么编排你的继续文 当然最后你的前后这个架构当然要好 然后这是一关一些技巧的东西 但在今天这一堂课呢 张老师主要跟大家谈两方面 我们来看 那么呢 一般上在写作文的时候 特别是继续文 学生面对很大的问题 今天四位的同学跟我们一起上课 我们来听听一下 到底你们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呢 来我们先请第一位同学 哲信你先来说 我在写课文的时候都会是 遇到问题是审题审不好 担心内容会出现错误 哲信说到审题 待会儿我们会谈审题 那么呢 听听配恩呢 我是由于MCO属于写作 然后现在犯下很多错误 就包括错别字 然后并句也很多 你看到MCO太久没有写 就这一方面了 第三位呢 那欣宜 老师常批评我的内容 甚至有时候还说我的内容 出现一些想略不当的地方 其实写了太多不要的东西 那想略不当的问题 然后灰宜呢 你又面对什么问题 灰宜 来 灰宜 然后会儿说到架构凌乱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同学们一般上 所碰到的问题 所以今天针对这一点呢 老师用了两种的方式来跟大家谈 首先呢 今天我会带出两种的概念 第一种的概念 我叫做微型电影的概念 我相信在电视机前 同学们都跟我老师一样爱看戏 Lisa 我相信你也爱看戏吧 那么当然 微型电影 什么叫微型电影 我们请泽姓来谈一谈好吗 微型电影 微型电影的时间 它并不是很长 只有五到十分钟 五到十分钟 看到佩恩要补充是吗 是要补充 微型电影的权也要很小心的去处理 因为要直接切入主题 对我相信大家在拍 或者在看微型电影都知道 时间是一个问题受限的 那么你必须在这个受限的时间里面 把你的这个主题 那么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主指是要很明确的 因此你在 予以你的时间 你的主题 你必须要选用人物 不能够太多的人物 或者你的情节 必须要直接切入点 换一句话说 拍微型电影不能够太多旁资 然后第二个概念我们一起来看 第二个概念我叫做洋葱的概念 好 同学们想一想 到底洋葱有什么特征呢 来 我们请信仪 洋葱有什么特征 老师 洋葱 它是层层的皮包着的 就是我们切开它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里面是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的 那么一层一层 到底洋葱跟写作又有什么宽连呢 那么惠宜你要不要谈一谈 对的 惠宜说的很好 很棒 其实写文章 老师要同学们要一层一层的去剖析 因为一篇好的文章 我们要求内容要具体充实 如果你没有一层一层去剖析的话 读者不能够很清楚的了解 当你一层一层去剖析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你描述的这个画面 那么是很生动的 而且能够很具体 给人家有一个很清楚的画面 当然最重要 你能够把一个很好的感情 也放进去里面 好 这就是微型电影的概念 跟洋葱的概念 好 刚才我们就听过 张老师跟我们说一下 他是怎么用微型电影 还有洋葱的概念来传达 就是说要怎么去写好一篇继续文 那稍后广告回来 我们就再请张老师给我们一些小贴士 到底要怎么把作文写好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请张老师 跟我们谈一谈继续文写作 老师把时间交给你 好 谢谢丽莎 这个环节我们要谈的就是 继续的继续文 就好像刚才我说的 一般上高中组的继续文 好多都写关于事情 那么就好像这幅图片 学校发生了很多事情 好了 继续的继续文 刚才我说到三好 三有 当然你要写继续文的话 你当然首先要有故事 我相信同学们今天通过你的阅读也好 你们看电影也好 那么你们看在YouTube频道里面 有好多好多的故事 我相信同学们写好一篇继续文 你是一个有故事的 甚至是有你自己的经历 那么接下来老师要谈的就是 你要掌握好技术好 钢要要好 那么架构要好 在刚才我们谈过了 这一个微型电影的概念里面 其实它都很强调的就是 你要编好你的钢要 怎么去把你的 在这个有限的这个考试时间里面 把你的这一篇文章写得好 你必须要掌握很好的这个选材 所以钢要要好 那么架构你的安排等等要好 所以接下来这环节 我们来谈叙事的这个继续文 那么今天我可能时间的关系 跟同学们只谈两个要点 第一 刚才哲信所说的审题 那么当我们审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留意它的体验 然后第二 选材 选材当然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课题 但是今天在这一堂课里面 我比较强调的就是 我们写继续文 我们可以写单一的事件 或者我们可以写几件的事情 好 那从这两点来着手 首先我们来看审题 好 老师预备了一些的题目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找它的体验 比如说第一题 校园一角 那么它的体验当然是校园 所以这篇文章其实要同学们写的就是 发生在学校里面的一件事情 可能你说老师一角 一角指的就是学校的一个角落 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太多人知道 那么发生在学校的事情 这就是校园一角 接着下来爱的身边 我相信爱的身边体验在爱还有身边 我相信同学们你们很幸福 好多人爱你们 可能有你的爸爸 你的妈妈等等周围 你的老师 那么你就写一篇文章 发生在你身边爱的事情 好吗 这就是审题的时候找出体验 然后接下来的一题 街角的感动 我们请择信来试一试 怎么找呢 听听你怎么说 哲星 街角的感动 街角的感动体验在于街角还有感动 这篇内容 这篇作文的内容 应该要写一些发生在街角感动人的事情 对 那么街角 我相信大街小巷 其实那里都会发生一些事情 那些的人物 可能就在街角麦拉萨的这位婆婆 她都有一些的故事 她说得很好 好来 下一题 我们请佩恩 中学二三四又怎么审呢 我觉得她的体验在中学还有二三四 那她的内容就一定要写 发生在中学时期的一些事情 好 说得很好 中学还有二三四 二三代表超过一件的事情 当然中学所发生的事情 好 佩恩说得很好 来下一题 我光荣的一刻 来我们听听欣宜怎么说 欣宜 来 我光荣的一刻 起眼是在我光荣的一刻 我可以写我上台领奖的那一刻 然后再为我到来我的成功 好 光荣的一刻 哇 欣宜特别谈到她上台领奖的那一刻 我相信呢 你就把你为什么上台这个故事 你看那一刻很重要 你一定要文章里面的内容 要带出那一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可能你在台上就流眼泪了 为什么 你背后有很多的事情 那些人可能都不了解不理会 所以这篇文章好好的发挥 来 最后给我起誓的一堂课 我们请慧宜来试一试好吗 慧宜 好 慧宜说得好 起誓我的一堂课 那么呢 重要的文件就是我们看到 重要的体验在启示 哇 这一堂课给你什么样的感悟 让你上了一堂宝贵的一课 一堂课 今天我跟丽莎其实在上的就是一堂课 好 不是拜一到拜五几堂课 就是一堂课 所以刚才会议的分析很不错 来 我们接下来来看的就是 第二种手法在选才怎么样 那么老师把它分出了 单一事件或者多个事件 我们来看 单一事件我列了几个题目 比如说一章的奖状 你看同学们 在写一章的奖状的故事 故事的话 你一定会紧扣一个故事来写 不可能有好多的故事 这是我所说的单一事件 同样的给我启示的一堂课 也就是那一堂课 从头到尾 唯唯的到来整件的事情交代的清楚 重要的代处启示 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单一事件 我们看有一些的题目 不一定要用单一事件的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 好像爱在身边 我可以写单一故事 我的妈妈怎么爱我 我妈妈在我一生命里面 那么一天里面 她怎样对我的关怀 我可以写 或者在一件事里面 妈妈怎样爱我 同时我也可以写多件事情 然后怎么说多件事情 我可以分析 当我生病的时候 我妈妈对我怎么样 当我不听话的时候 我妈妈还是不放弃我 当我失败的时候 我妈妈又怎么样鼓励我 那么这是多件事情的 然后我们看到 其实这两种的选材 对同学们都很好 然后我们来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我们深入的去谈一个题目 一章讲状 同学们先思考一下 要写这一篇的文章 写好这篇文章 首先我们一定要懂得去审题 那么什么叫做讲状呢 我们要理清或者先弄清楚 这个讲状的定义 那么请同学们来试一试 有没有谁要试一试 到底讲状是什么 哲信你说 我认为讲状是一张证书 用来表扬或者奖励一位同学 讲状是一个证书表扬 我们来看 其实对的 讲状其实就是一种表扬 今天我参加演讲比赛 我拿到第一名冠军 那么有一张的讲状 当然如果你弄不清楚的时候 我们看 讲状绝对不是证书 也不是文凭 今天我参加SBM考试 我得到的是一张文凭 那不是讲状 所以如果你连这个定义的 弄不清楚的话 你去写的话 其实这篇文章会弄巧反错 那么就会导致被判为内容不确题 很可惜 这所谓的离题 不确题了 那么接着下来 我就要把我所教的这个 微型电影跟洋葱的概念放进去里面 这怎么说呢 你要开始要设计你的内容 你要设计你的内容的话 你开始要选材 怎样在现有的时间里面 我要写单一的故事 还是要写多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看单一的故事 那单一故事我要写的话 我要写什么题材 什么样的情况要放进去里面 然后每一个情况我深入的去描写 那这就是一篇好的文章 这就是微型电影跟洋葱的概念 把它放进去里面 我相信借到这件事情 同学们比较容易掌握 好 我们来看看 这是一篇我的学生之前所写的文章 那这就是他的整个的大纲 他写的就是单一的事件 然后你看开始他写作 然后他告诉我 他是在现场 然后他回忆 然后为了参加得到这个作文王的奖状 他实际的行动 第五段的时候他已经写到我成功了 但是我成功怎么样 我开始骄傲 然后幸好我发现我的弱点 然后我改过之心 所以这一章的奖状 我就把它钉在墙上 因为他给我很大的教训 这就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故事 那我们就今天呢 深入来探讨这篇的文章 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看第一段 然后第一段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作文一开始他用写作 滴滴答滴滴答 写的就是那种作文 比赛的那种情况 然后过后呢 他说的很好 他说你看当场的这些参赛者呢 你看他们都什么 他们都将笔墨 会好在纸上 发现所有的情绪 我相信参加比赛的人就是这样 所以他写得很生动 接着下来第二段他写什么 不要紧张 我只是主办单位 我不是参赛者 那么呢 他说今天他 大家都参加的这一个作文比赛 为了要得到一张的奖状 这些学校你看他的奖状是学校最高的容易 所以我们看到他扣题了 我们看到他扣题了 来我们请同学们来谈一谈这篇 这两段给你什么样的收获 好吗 来佩恩 他运用了这个伏笔 然后作文比赛就是一个伏笔 让作者继续带出做王这一件事 佩恩说得很好 这里他用了一种伏笔 伏笔就是一种的暗示 然后待会我的文章里面会谈到很多写作 然后这就是一种的手法 然后我看到这边也有一个赤金 我不是参赛者 我们以为 所以你看到写故事的时候 他有带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的手法 然后当然这里我们来到第二段 我们一定要谈到主题 一张奖状 所以奖状出来了 这个故事跟奖状有什么关系 必须在第二段 至少在第一段或者第二段要交代清楚了 好 我们再继续来看第三跟第四段 然后第三段谈到的就是 其实作者在分享他自己的经历 小的时候 他曾经就为了追求这个作文王 为了得到这个奖状 你看到吗 他就定下了目标 很实际的去努力加油练习 最后你看终于一年一度的作文比赛来了 那一天我拼命的写 那我拼命的写 哇 好巧 那一天的作文的题目就是一张奖状 所以你们看最后里面他写得很好 他说当时我不夸张 当时我不夸张 当时我不夸张 我也不照做 我很快乐把我心情 我的心情 然后云淡风轻的写出来 然后带出如 然后如木春风的那种的喜悦 哇 这篇文章写得很动人 我很开心 好 来 同学们来分析一下 在这两段里面 你又有什么收获 好 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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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怡的线路好像不稳 来 欣怡可以说 欣怡听到吗 听到吗 好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 其实在这一段里面 欣怡可能陷入不稳 老师就时间的关系 我就先介绍 她用了一种 来 你说 可以 好 欣怡你说 好了 我们就看 她用了一种倒序的手法 然后她说自由带出来 倒序的手法 欣怡的线路不稳 那么我们就继续吧 然后这就是她自由定下来的目标 然后以实际的行动 然后她的作文比赛 为了得到一张的奖状 再点入了这个主题 好 我们再继续看了两段 好 我们看接下来的 不是两段 是三段吧 来 我们看 成绩出来了 果真的她得到了冠军 哇 好开心啊 但是同学们来看 复比的手法 这边又出现了 有一场的狂风暴雨 掀开了一 拉开了一场狂风暴雨的序幕 哇 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呢 然后就在她认为她胜利了 她努力了 你看到吗 写来写去都没有进步 可能我已经达到了这个顶峰 不可能再进步了 人就是这样 来到自大的时候 开始就好像这个骄傲的兔子 骄傲了 那么就怎样 在这时候 你看她的就开始 在比赛里面第二年我就落败了 作者说 我不相信我是全校最棒的 为什么会输呢 来 我们请下一位同学 来 会议来分析一下好吗 这三段吗 好 我们来看 你看 其实在这里还是有复比的 最主要她用了一种曲折的手法 我们看在第五段她说她成功了 但是她带了一种转 感觉是会议里面其实要带出来 就是这个转 起承转合的转 那么我们看最后的这篇文章 到最后你看她去找老师 然后她发现了 从同学的日记里面她知道她自己的弱点 所以她改过自新 然后最后她回到了这个现实 所以她说这一章的奖状 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 我就把它挂在墙上 来 我们请哲信来大概分析一下好吗 这三段 同学们还记得吗 我说到三有 有故事 有画面 有价值 所以当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最后不要漏掉了这个价值 这个奖状给我什么样的价值 所以今天从这篇文章里面 让我们知道我要写好一个单一故事 其实我必须要策划好 好像我在拍微型电影这样 我要有什么样的情节 然后必须一个带入的一个 然后最后我要应用一些的手笔 一些的表达手法 可以用副笔暗示暗示一下 让作者有一种惊喜 然后曲折 一种转折 不然故事就平平淡淡 当然有些故事我可以放入闲念 特别是拍侦探小说闲念 然后最后当然我可以放入一些的高潮 我相信每一处的电影都有高潮 所以很多人说看电影最后的五分钟 是不能够离开的 好了 我就把时间交给丽莎 老师 我真的不能不说 这是好一篇继续文 她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用很多不同的手法去写 然后还形容是怎样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是值得 我们的同学们去学好它 那接下来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手法 还有技巧学生应该掌握的呢 我们稍后再请张老师给我们讲讲 别走开 欢迎回来 那我们刚刚就看过了 要怎么写好一篇好的叙事继续文 那接下来我们再请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要怎么把一个人物的继续文写好 老师把时间交给你 好 谢谢丽莎 同学们 我们继续来谈的就是人物的继续文 刚才我们谈了叙事的 在谈人物 当我们说到人物的时候 我们想像你家里的公公 婆婆 怎么样 那么我们在描写人物一般上 我们常见的有五种的手法 老师今天简单来谈一谈 然后第一种就是肖像的描写 这个人的样子怎么样 长得甜美 眼睛怎么样等等 乌黑的眼睛 眉毛怎么样 这一般上我们形容他的样子 第二种呢 语言的描写我们可以用 比如说我来一句话 哇 又一个我准备的不得了 一个背的滚瓜烂熟 还请大家多多的原谅 当我在讲话的时候 同学们从我的这个语气里面 能够看到到底他的这个 他的当时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第三行动的描写 老师特别摘了一句 就是在背影里面 那我很动人的就是 朱志清先生看到他的爸爸 在爬上去的时候 你看他用了两手攀着上面 两只脚缩上去 因为爸爸当时 朱志清爸爸有点肥胖 所以显出很努力的样子 这是行动上的描写 同学们 然后心里呢 这比较难 我不知道Lisa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然后你看 这其实是一个太太的想法 她说你看 她思潮起父 在想到以前的这些念情 我想到她已和丈夫永远合在一起 这种就是心里的描述 当然最后神态 有些时候你看爸爸有浓浓的眉眼 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一种很严厉的目光 这就是神态的描写 所以这些的描写能够让我们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 好我们来继续来看 人物的描写我们来进入神题好吗 来神题不要忘记要有体验 老师先来 然后父亲 当然你说容易的 人物就是父亲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写父亲 然后父亲的样子 然后父亲的脾气 父亲的习惯 父亲的付出 父亲对这个家如何的爱 那接下来 手足情 我们要写的其实就是手足 还有特别就是情字 你跟你的哥哥 这个情是怎么样的 情 手足情深 好吗 来接下来我们还有四题 同学们让你们来了 来哲信先开始 佩恩先开始 同窗情她的体验在同窗还有情 因此她的内容就要扣准同学之间的感情事件来描写 好佩恩说得很好 同窗其实就是同学 一起学习 你要带出那个情字 上课等等的情况 来下一题 亲情无价 心仪 亲情无价 他的体验就在亲情 可以听到吗 有可以听到 亲情无价 在这个亲情 亲情他的体验 在亲情 怎么写呢 那么呢 可以啊 线路可能不稳了 没关系 她说得很好 所以内容就要抓紧亲情来写 OK 亲情来写 还有一个无价呢 我们的亲情 钱买不到的 今天妈妈 不会我们付出这么多 她都没有收过一分钱 然后接着下来呢 我们请下一位 感恩有你到应该是到会议吗 来 感恩有你 来 则信 到你了 我相信 则信这么大了 就不爱牵妈妈的手了 小时候常常牵 那么这个是母亲的手 那么这个感情是从牵 牵出了那种的感觉 来 大家都说得很好 来 我们这时候就进入 那么呢 刚才我们看了 就是单一的事件 这一题呢 可能我们要谈的就是几件事情 我们来看 其实这里有几个题目 背影 其实朱志钦先生在写的是单一事件 就在火车站那一刹那 他写的那种的感触 那就是单一事件 言诗 其实我也可以写单一事件 我虽然现在是老师 可能我以前做学生 的确是有一位老师 鞭策我 我很严格 我可以说他 他可以用一个单一事件来写 也可以用几件事来写 那么呢 好 这些事件呢 可能接下来 我可以用多件的事情 比如说 我说牵母亲的手 那我其实可以谈的就是 我小时候牵妈妈的手 则子姓刚才说牵妈妈的手 哇 妈妈的手 就好像superwoman的手这样 我牵了之后 我不会有害怕 可是我葬中学的时候 妈妈要牵我的手 我说不要了 当然 然后牵妈妈的手 在不同的年龄 有不同的感觉 我可以用多件的事情来写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还是要来用一个例子 来跟同学们说明 然后我特别选的就是几件事情 我选的题目叫手足情 什么叫手足 兄弟姐妹 可以姐姐跟妹妹 可以弟弟跟哥哥 或者是姐弟都可以 那我们看这位是一位学生 我之前所写的 学生所写的 他写得很好 他开始说这个情是怎么样的 他的开头 他说这个情是不能够割舍的 然后接着现在他说我的哥哥 其实是我的玩伴 他更是我的superman 超人 我们看 接着下来 他会温暖我 我特别伤心他会温暖我 他会恐我 宠我 你看这位哥哥很疼他 这个情字就写得很好 然后弟弟不爱读 读书了 哥哥怎样打开他的世界 当然 弟弟的前途 这位哥哥也帮忙照亮 我们这时候就深入来看看这篇的文章 好吗 来 我们来看手足情 他选择用多件事情来描述 好我们来看第一段 然后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 他用了无法割舍的手足情 那我哥哥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 然后哥哥保护我 不让我受伤 还有一件的事情 我特别的感动 感动到激动眼泪 为什么 当时我第一次叫他哥哥 这个小弟弟叫哥哥 这个哥哥可能只比他大几岁 大七岁 但是能够感动的流眼泪 最后在收尾的时候 其实他说的很好 我们好像两兄弟都继承了父母的感情丰富的个性 我们都是性情状人 我激动不已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谁要分析 他写的好 让你有什么收获 来佩恩 我觉得他的感情很真挚 然后写说了 哥哥听了弟弟叫他 上哥哥竟然感动得流眼泪 佩恩说得很好 然后这个感情 然后感情很真挚 特别他也是引用了第一件的事情 还记得同学们 我们之前谈过的洋葱吗 你看一层一层 如果你没有用洋葱 你写到这边好像就停了 他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怎么成为一部分 你必须要接下来带入 甚至把一些的例子放进去里面 同学们你就能够写得很好了 好 来我们继续来看他的文章的第二段 第二段我们看到 哇 哥哥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晚伴 而且哥哥讲了一句话 他说有事记得来找哥哥 哥哥肯定会帮你解决了 哇 我感动不已 他说 我的哥哥就好像齐天大圣 法律无边 我的哥哥就好像超人这样 那这几个比喻呢 让我们看到了 哇 真的我们能够想象到他的哥哥 画面是很清楚的 好 来我们请一位同学来分析 这一段你有什么收获呢 好 好 欣宜 我有看到洋葱的概念 作者他就是扣准了完伴去一层一层描述 这个哥哥是怎样带给他的弟弟去度过美好的童年 好 那我们看到了洋葱 这里我们看他是深入的去描述 你用洋葱的概念 你就可以深入去描述 解释他哥哥 尤其哥哥讲的话 哥哥做的东西 最后的结论 哥哥就是齐天大圣就是Superman 你看 其实写文章不要太单调了 这学生写的吗 他们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 来我们接下来看第三段 其实在第三段里面他说 哥哥就有时像冬天里面的一股暖流 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很感动 他时时刻刻温暖着我 接着下来生意称他写什么 虽然我们不像兄弟有难以化解 我们之间还是有吵架 但是很难得的这位哥哥 他总是怎样 让我拿小玩具拿糖果来烘我 所以其实弟弟也懂了 他说有时我为了要 其实为了得到你的礼物 我故意摆出那种样子 我看到写的就是很活泼的那个画面 是很清楚的 所以这一段里面 他手足情温暖的我 看到吗 兄弟之间有吵闹 但是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里面 学习 哥哥是我的开天闭地的盘骨 打开我的世界 让我抬起我的一片的天 然后我的哥哥怎么样 哥哥让我从事 我建立自信心 他等等等等都写得很好 来我们请下一位同学 然后惠宜来 你看到这一段有什么收获呢 其实今天你们的扣准老师的洋葱 今天晚上要吃洋葱煎蛋了 那我们看到惠宜说得很好 一层一层就写 你看到吗 怎么学习 怎么带领很具体的画面 同学们还记得吗 有画面要有故事 要有画面 然后要有价值 来我们看最后的一段 然后这一段 我们就看到四段就好了 我从这三件事情 让同学们知道 其实我觉得 如果我们要写单一故事的时候 我们其实要整件事情 我们要安排得很好 可是如果我们写多件事情的话 你那个切入点很重要 你谈了这个学习的这一段 你就要切入这一点 直接谈学习 你不需要去铺垫太多 直接谈入那个重点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写的手法 而且这种的表现手法 你的内容是很扣题的 好了 我们来看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同学们 一位中午的学生 老师要介绍一种的手法 叫做夹序夹义 什么叫夹序夹义呢 我们在写继续一文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在叙事 但是当我们看这个事件 发生的时候 我们当中是有领悟的 我们是有体悟的 然后体悟到里面的情 所以我们可以分析 这个情是怎么样的 然后发现这事情里面 可能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你的领悟 然后挖出事件里面的义 或者是禅法里面的这个理 那其实是很重要的 你不止在叙事 你还可以把他的道理讲得出来 这就是夹序夹义 我给了一个例子 这个故事是我小时听过的 一只的狮子抓到了老鼠 那么老鼠说 你放了我狮子大王 我会报答你的狮子 说不必吧 结果有一天狮子被抓了 就是靠老鼠咬破了那网 救了他 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 同学们 你学到什么东西呢 你学到什么东西 我们请哲星你来尝试一下 狮子选择不杀老鼠 然后最后他自己也受益了 对 他选择不杀老鼠 我们来看到 其实这一只狮子选择的善良 其实我们真的 同这件故事里面 我们真的要选择善良 对人好 我们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个夹序夹义 你再叙述一件事情 然后再带出了一个道理 所以记得三有 有故事 有画面 还要有价值 当然除了老师所讲的 有三有之后 也要有三好 就不知道同学们 都把这三好记住了吗 那到后会来 我们再请张老师给我们讲课 别走开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时间的关系 我就马上把时间交给老师 好 谢谢丽莎 好了 同学们 我们刚才谈了很多 关于叙事跟寄人物的继续文 老师也谈到了两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微型电影还有洋葱 老师也指导了同学们怎样审题 同时我们写的时候 我们要去策划要用单一的事件 还是要用几件事情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环节 我已经在几天前 把这个功课交给这四位同学 好 让我们看他们的功课是什么 其实我已经把了两篇的作文题目 《我不曾放弃》 或者《美好的时光》 然后就交给两位同学 来为我们去审题 然后评述 然后既然有两篇感恩有你 或者影响我自身的人 其实同学们拿到了 但是他们在今天的这一堂课 很难把整篇文章都念给我们听 那我就叫他们做了一个大纲 好吗 好 接下来的一点时间 我们就请同学们来跟我们分析 好了 我们先请第一位的同学好吗 这位是则信 则信你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题目 我要分享的题目是美好的时光 好 美好的时光 它的体验在美好 我会选择写校园里美好的时光 开头我会先写下校园里留下美好的回忆 第二段我会写运动场上的美好时光 那就是胜利以及失败的过程 第三段我会写快活动 实办活动或者露营的美好时光 接下来我会写在食堂里面 与同学苦潮和祝福的美好时光 最后第二段我会写在学题上的美好时光 最后我会写即将毕业永远保存它 好 谢谢则信同学给我们的分析 我们来看 美好的时光 他说体验就在美好 说得很好 他选择的就是写多件事情发生在校园 因为这些都成为他美丽的回忆 然后你看他写了四个主要的内容 然后真的运动场上 哇 胜利是美好 然后怎么说失败也是美好的 则信可以解释一下吗 为什么失败也是美好的 对啊 同学们安慰你 然后鼓励你 这些也是美好的 你看到吗 虽然失败不一定好 但是从这一方面 因为你感到人心是很温暖的 好 我接受 接下来你谈到的就是 课外活动美好的时光 办活动露营 很不错 接着下来 食堂里美好的时光 你看到今天的年轻人 你来在食堂吐槽也是美好的 他们可以发泄 是吧 发泄 然后彼此的诉苦其实也很好 对他们说是美好的 然后最后做功课了 你看超功课也是美好的 这是年轻人 这些的中学生 发表他们的意见 老师要接受了 当然你要往好的方面写了 不会说我鼓励 其实超功课是不鼓励 然后接下来最后毕业了 那这一段的美好的时光 将成为他永远的美丽的回忆 好 谢谢则信 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题目 来 应该是佩恩是吗 佩恩你要跟我们谈的是什么题目 我要谈的是我不放弃这个题目 他的体验在不放弃 然后当事人是我 我是用单一世界的方法来写这篇作文的 然后首先我会写我很爱爱游泳 然后就会去学习游 然后学习得很努力 虽然他很辛苦 但是我也没有放弃 然后因为可能一开始学习到很好 学得很快 然后可能有点得意 然后就私自到大海游泳 怎么知道因为没有拉伸 然后抽筋了 差点溺斃在大海里 然后从此害怕水 然后也不敢游泳 幸好家人的鼓励 然后才能让我重新的鼓起勇气 去学习游泳 然后到最后终于成功了 成为了一名游泳健将 好 谢谢佩恩同学 所以给我们的分析 我们来看 他选择的是单一事件 那么他必须要很有持续的 然后一段階段的去连续 把刚才所学到的这些的技巧放进去 当然有复笔 那么可能这一篇 可能他可以用倒叙 谈以前的事情 然后这里有一个转折 曲折 然后他失败了 但是不忘记题目是不放弃 然后最后不放弃 然后最后他成为了游泳健将 这是单一事事件 我们看到吗 这些单一事件 其实我们整个的画面 整个的情节必须紧紧相扣的 好 我们请下一位 欣宜同学来跟我们谈 然后是寄人的继续文 来 欣宜 我选择的是感恩有你 感恩有你 然后这篇题目 这个题目的体验在你 然后内容就要写感恩的人 我写的是我的妈妈 我在开头形容 我的妈妈是一个和蔼可亲 有爱的人 然后在第二段我就会先写 感恩他从不批 从不溺爱我 在我犯错的时候 一定会严厉的批评 然后第三段时候我会写感恩 好 线路可能不稳了 好 那么我就 好了 老师就接下去 他失败的时候 妈妈是他的避风港 然后安慰我 最后我会感恩他 最后我会感恩他成为我生命中的导师 在生活中成为我的榜样 然后最后他做了一个总结 好 谢谢欣怡可能陷入不稳 但是从这个他的大纲里面 我们看到紧紧的 他透过几件的事情 然后从四个方面来看 妈妈对他的付出 然后每一段里面欣怡都有点题 这是很好的 他都一直在感恩我感恩什么 然后四个你看 不溺爱我等等 谢谢欣怡给我们这一篇 我们来看最后一篇 来 我们请会议 最后一篇 他影响我自己的人 他的体验更影响我的人 我首先我会写 他如何坚强他 比如他昨天的病理 每当他兼职的时候 他的身体就感到非常好 然后第三个我会写 他平时的生活 就是他很努力生活的 比如他每天上山早 很早就手上早完了 然后就算他被 好 其实呢 慧怡是一位非常擅长写 这种创作小说 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给我的内容 你看他把这个老人 形容得很具体 你看他的样子 他辨识 他是小儿麻痹症 但是很坚强 你看他手掌满了老茧 但是他还要自己去找疼 虽然当时有福利部照顾他 他还是自立更深 那么最后他说到 我才向他看起 那么其实这篇文章是没问题 但是有一个问题 丽莎有发现到 当我们在谈这个影响的时候 其实我读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 到这边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影响 我只看到的 就好像你在写一个人 其实在这一题呢 会以老师有一项的建议 我觉得你必须加入这个点题的技巧 怎么说呢 第一段你就开始了 这个人影响我很深 你就告诉我 怎么影响 每次我要懒惰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这一个人 为什么呢 他是这样 你看他这种坚强的活动影响了我 然后我要想放弃 我想懒惰 不做功课 然后这个画面就出现在我的脑里面 然后记得下来 你看他虽然有人照照顾 有福利部照顾 他还是要自力更深 也提醒了我 然后种种的都在影响着我 这样来写的话就会比较扣题 所以这个点题是蛮好用 你不是在写一个老人 有一句话说 一种情况 如果你这样写写写写 这一行你没有写到了 你看到吗 好像这篇文章就是写一个老人的故事 很危险 所以这就是点题的好处 然后最后我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个结论 其实今天我在谈作文的时候 微型电影提醒我们要直接切入主题 不要太多的旁支 因为我们的字数有限 所以你必须选适合的题材 然后记得下来 我们要有洋葱 切洋葱 吃洋葱的时候 记得层层去扩充 包括画面 包括感情等等的东西 然后有价值 每一篇的文章 其实都是有价值 有道德 有一些的哲理 要我们领悟感悟去学习的 不要忘记这一点 当然老师要提醒大家 不要去写一些西幻的 因为题目出的都是很实际 在自己生活里面 这不是创作小 不是创作 高中组我们偏向的就是 谈到的就是考试的文章 然后今天我最后一个slide 然后我要引用的 马来西亚教育部课程 刚要的三句话 他说同学们不要怕写作文 写作文其实就是 把自己想说的话 用文字写了出来 你们今天都很多话要说 可以用文字多写 平时不要只是说而已 也能够写出来 然后第二我所说的 有话可说 要知道怎么说 三有三好 然后必须要懂得有故事 有画面 还要有价值 那么要怎么说 你的技巧要好 你的钢要要好 你的架构也要好 最后一点 要做这些同学们 要累积 累积你平时所阅读 你所知道的东西 特别我鼓励你们要海量的阅读 多读一点的书 多看一些好的文章 自然而然你的作文 就会写得很好 继续文就能够拿更好的分数 加油吧 那刚才张老师就跟我们说过了 要怎么写好一篇好的继续文 那其实除了是靠老师的两个概念 就是说微型电影 还有另外一个是洋葱的手法之外 当然要看多一些好的文章 也是其中一个方法 就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就希望大家 记住老师刚才所说的每一句话 记住老师刚才所教你们的 所有小技巧 那我就希望大家可以 在这次的考试中 加油 努力 拿到好成绩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谢谢Lisa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再见 在这边 到下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